我们现在来讲这个 主义主义的 4-3-4-2 那么这个点位的实践呢 我把它叫做 去代理人话 不叫去代理人话 而是反代理人话 要用这个 Deproquisition 这个和那个 我们的M的那个实践啊 那个所谓第三世界理论啊 是同源的啊 类似的 然后这个呢 去代理人话 它是一个你可以看成是我们的 战略环境的再生产 它的目的是战略环境的战略环境的一个维持 有利的战略环境的再生产 有利的战略环境的再生产 你去代理人话实际上就是要打破国际金融资本的 他的战略态势 要打破他的战略态势 打破global capital financial capital 国际金融资本 GFC 国际金融资本他的战略态势 的这个 他的霸权霸权和态势 霸权和他的战略态势 他们一般会代理人话 代理人话啊 他们都会 因为这后殖民时代的资本 资本主义 扩张啊 post st 呃 colon colon 后殖民时代 colonial 应该是这样的评论吧 或者后殖民时代 这就是他们就是代理人话啊 代理人话 我们就要买办法 买办法 买办法 这个整合有很多种方式啊 这个怎么来实现这个的话 他也就比如说操控你的 呃 选举市场 操控你的这个 经济命脉啊 以及直接的就是 通过 变更你的政权吗 你需要选阵营 选边战啊 那么我们 的实践 就是我们的 外部啊 外交实践 外交努力 还有我们的战略 战 战略姿态啊 就是去代理人话 不希望他成为任何 global capital capital的他的代理人 啊 所以 所以他的实践单元啊 我们的 外交 情资 商务 这一口啊 商务 对外援助 外外援 对外援助这一口啊 他主要要负责这个 去代理人话 那么 还有另外一方面 我们内部的 内部的 就不叫去代理人话 我们内部的要去买办法 去买办法 因为我们的一些 state land的一些 企业 啊 要避免当中的高级管理人员 当中的这个负责人啊 买办法 还有我们的 国有的 state owned的这个 monetary 货币和这个financial 货币和金融体系啊 大家要要去买办法 那同样的是同样的是去代理人话 这个去代理人话的法宝说一千到一万就是你自己要生产 大量工业消费品啊 生产大量工业消费品 这是压仓石你可以看成是压仓石 为什么他是压仓石呢 啊大量的廉价工业消费品 这个相当于是就 使得 你比如说美国他控制这个中南美的或者控制非洲小国 他就是用 啊 比如说你是个粮食人国他就控制你粮食 控制你粮道 啊那你完全就依赖他的援助那你整个这个工业化就不要想了 农业现代化都都不要想你农业化都不要想 那你只能把你所有的国国有资源全都给他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 至少可以做到一点就是 大量的工业消费品还有大量的就是 就是生产工具了 实际上是廉价生产工具农业生产工具 农具了农业生产工具 化肥种子这种东西 这些东西就是能够恢复这小国的一定的独立性啊 你生产大量工业消费品 顶多他可以控制你的粮食 顶多控制你的粮食 要了解吗 那你工业品 你 不需要完全靠出卖廉价 极廉价出卖你自己的资源 你的劳力 本土劳力来 向这些大型的这些西方企业妥协 然后换取他的工业品 我们工业品很廉价 换取我们的工业品就行了 输出 通过输出 大量的廉价 换美元是很廉价 廉价工业消费品 来作为一个全球态势战略态势 你可以看成是独立自主这些 后发 未工业国的 他的独立自主的这个战略态势的一个压仓 压仓是 因为我们不输出 我们不不不操纵他的选举 不操纵他们的 我们 我们不是要把他们变成我们代理人 我们不输出资本主义霸权 我们不输出资本主义霸权 你知道吗 我们不是要成为他们的 不是要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代理人 这个实践啊 这个实践要要弄清楚 要弄清楚 我们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模式不一样的 我们不会以 私人资本的这种形式 大量的控制他们的命脉产业 大量控制他们的命脉资源 大量控制他们的一些 主权信用相关的 货币体系啊 或者 地方武装啊 我们不会去输入渗透这些东西啊 所以我们要 坚持这么一个去代理人化 这个去代理人化 可以 就阻击啊 阻击 阻击这个 GFC Global Financial Capital的他的 循环啊 实质 减速 实质他的循环 这个去代理人化 对外是去买班化 对内是去买办化对 对外就是去危机化 对外是要做一个去危机化 我们说的这廉价工业品可以压仓时 然后一些 针对的援助维和这些活动啊 维和 所以我们 始终要坚持一个多边主义 啊 军事制衡多边主义 军事制衡 这都是为了避免在失衡状态下让一小撮 金融资产阶级用超高杠杆来撬动民族国家的这个命脉啊 避免他你多边制衡的话 就实际上是通过多边主义这个多边主义有很多参与者其实也是 帝国主义国家啊也是所谓霸权主义国家 那么这个多边主义当中就 减少了他的这个 减少他的杠杆率啊 就卷起来 让让这个各方面卷起来了 我举个例子 我不太了解国际一个政治史啊 我可能就比如说是当时的那个 什么闪族和那个什么就是互相屠杀的时候 那就是 就是没有做到多边主义吗 就是觉得法国人应该负责 对不对 但实际上法国负了 表测 比如说法国 一些 外围资本啊 一些或者一些在里面寻 寻觅 机会的想要混水摸鱼的他就想要让这个危机越来越大 危机越来越大 如果是有一个多边主义的一个态势强力的多边主义态势的话 你谁想在里面 就是他会导致这个局部的一个民主国家可能几十万平方公里或者几万平方公里里面的 他会导致一些恐慌啊 或者 或者 要看比如说黑非洲的地区他周围的地缘态势对于整个国际贸易影响不大但是呢 影响不大就不 就是 我们 为什么愿意这样的去和他结合起来 让他把它整合到经济链条里面去 其实也是这个去代理人的话还有一点就是把 后发者 也整合到全球的经济链条里面去 让你这个开拓在里面 捞起超额利润的时候 资源啊 还有廉价劳动力啊还有这本 你懂吗 还有一些战略战略 好处优处优势的时候 代价比较大 至少和我就牵连起来了 懂吗 至少我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 和我们 牵连起来了 这些都是一个压仓石 都是个压仓石 那么这个压仓石它 能实现什么呢 它就是能实现我们有力的对于 对于 超越那个 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玩法的那种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发生的那个战略环境 能够超越它因为这个玩意 永远玩下去是人类的灾难 你懂吗 帝国主义的或者说 那种 以美金融霸权 所载之之下的这么一个 国际地缘政治的战略性的一个玩法 它是 最终是 就只有数家反人类的你知道吗 反人类的他不停的要搞分裂主义来掀起代理人化 这个代理人化然后就保证他在各方面的利益 或者 为什么要要不停的这样吗 因为他资本有他的内在危机性 他要 他要通过这些危机 对外输出危机 我们说了 金融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对外输出危机 那么对外输出危机 他就输出各种什么民族主义 输出他的他们的那种所谓的宪政主义 输出他们的什么颜色革命 都是对外输出危机 然后 把 一些分裂主义势力给代理人化 这都是很邪恶的 这些过程都是极为邪恶的 对外输出危机 这样他自己就能成为风暴中心 为什么 因为他的金融资本的 变态式的增值 通过掠夺他人的这个国际产业链里面的这个 风格 掠夺或者说直接 转变成一个长久的一个态势 优势态势 直接就注资你核心 货币了之后 你这几十万人口 不不可能的 你这上百万人口上千万人口 这么一个中等国家 就永远是我的奴隶了 那我 两三亿人 我就可以搞定他们 我国内两三亿人 像美国我国内两三亿人 还有什么 拉脱维亚 你这国家他的核心资产的 通讯业 他的什么矿业 冶金业 你看看他们的股份构成 吓一跳 就是标准的后院 实际上就是他的势力范围 甚至就是他自己的 不是省份的省份 你懂吗 不配做他省份的省份 就这么一种状态 不配做他州的州 很惨的 那里面一个 那里面就是三座大神 然后四座大神 可以说 四座大神 四座大神 因为他还有很多 各式各样前现代的 前现代的 那种东西 那好了 我跟你扯远了 我跟你扯远了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说 要给他去 代理人化 要让他的当权者 有另外一条选择 就是我并不想控制你 但是我给你留后路 然后 还有我 我们自己的工业生产 就是要保证可以 这个 这个活动本身啊 也是很重要的 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能过度的 拖时向须 因为我们过度拖时向须 失去了全球工厂的这么一个 就是你可以看着大致看成是一种 新型的全球治理模式 它并不是由货币 体系 全球货币体系的操纵者来 主导治理 而应当有 各环节 那么各环节 原材料供应 初级加工 次级加工 整个信息协调 还有整个 就是 当然最终是应该是取消到这个 私有垄断的这些 大国铸币权的大国铸币的美联储每个月印的1200亿美金 我靠 应该最终是要取消掉那种那种侵略性掠夺性的那种 资产阶级 金融资产阶级铸币体系 你们叫斯威夫特国际结算体系 什么这种玩意 我怎么守不了了 就要去代理人话 这个是一个长远的目的 长远的目的 我们 我们 就是 你就不能直接说是社会主义阵营 胜利了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全球治理模式的一个更新啊一个更新这个治理模式不应当再由 金融资本来主导了 是不是简单这话说的很简单啊 easy 但是他要实践起来非常困难要实现极为困难 实现就是我说来要 就是要要咬定 咬定 食物的生产力 咬定食物的生产力 不能完全拖拾向去你也不能在你这个对外 博弈的时候就策策中什么 就像 那个什么剑客说的 要有一只金兵啊非常会打印仗啊 你去跟他 争这个金融市场上的输赢干什么 难道你和他一种人吗 不是的 你赢他难道就是就赚好的美金你就赢了吗 不是呀 他想印多少是印多少 你赚他一万个亿 他明天印两万个亿出来了 懂吗 你 这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算是 真的是有点问题啊 这家伙说的这种话都是有点问题啊 他是 想要 把我们也美国化 想要把我们也幻想成让我们很多人也把我们自己也幻想成是有美国那样的霸权 这种什么剑客 这种人就是怪怪的 我觉得 我是觉得怪怪的啊 所以这么一个大量的初级工业品啊 初级工业品大量生产是可以 有效的防止 有效的防止啊 他们 被代理人化啊 他们 买办化的是可以有效的防止他们代理人化他们的买办 他们不至于 到一个完全受制于人的状态 他不会完全受制于人 因为初级工业品 那这样他的农业效率有一定的提升 农业效率有一定提升 了解吗 他实在不行利用初级工业品他可以立刻恢复他的 基本的现代社会的治理能力并且实现一定的现代化 所以我们的这个实践去代理人化还有一点就是通过我们的工业能力来 借由国际 这个贸易体系WTO 世贸体系 来帮助一些后发国家及落后的国家 避免那个厄运避免代理人化的噩梦 避免他整个上千万上百万啊 上亿人口成为一个 斗武场成为一个斗兽场 你懂吗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压仓石的一个稳定压仓石的一个功能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 以这种方式来实现他的 现代治理体系现在治安体系的现代化 他的治安体系的现代化可以帮助他治安体系 治理体系现代化 就他的基本政权组织模式的现代化 可以促进帮助他们 那么在这样的话 就避免了敌人 对我们进行战略合围 防止对我们进行战略合围以及防止对我们进行战略内 暴 我们自己内内部也要反反买办法 去买办法 防止对我们进行战略内暴 那么这个所以他后面这个4342他虽然是一个你看是一个 前面4-3是国家性的后面但是这个4-2本身你看他有列宁主义的底色在里面 列宁的列宁主义的底色在里面 那我们看长预论上 3加1 这里的这个时间单元已经说过了啊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建设者 你这个建设就是国际新的治理体系的一个倡导者 新的治理体系治理模式的一个倡导者这个治理模式之下你是要 不允许他人通过 就政治路径的选择来干涉来试图把别人极端化把别人国内的势力极端化然后把这个 那个 对方国别内内部的那些给他买办法不允许他们 这建设者你懂吗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究讲究说要让每一个国家都要走出他自己的道路这是 具有鲜明的反资本主义输出他的危机的一个 要素在里面避免对方有这么一个话语权有什么国际话语权啊 然后这里的历史 这里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一个 攻略史 就是你可以看的是后殖民时代后殖民时代的那个 金融资产阶级啊全球金融资产阶级的 一个全球攻略史 我们对于这么一个全球攻略史要进行一个有利的阻击 我们的阻击越有利他其实最后就 意识到我一开始他意识不到一开始一开始我们工业品大量生产的几年 00年入入 2011年吧 就是新世界 千新的千禧年之后进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那十几年他们没有意识到的 他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这个 发展我们的对外贸易对外交流 他形成了一个很强的一个去买办化的力量 去买办化或者去代理人化的力量 来对他们的 对外战略对外旅游多对他们想要对外 输出危机啊转移危机的这个 目的啊进行那个强有力的一个阻击 强有力的一个阻击 这个人民是一个 他目的是要让 这里的人民啊反过来 也是 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 你支持了这些 别国的或者全球的这些老板 以及你自己的 也包括你自己的你知道吗 你自己大量生产工业品你的工业品就家电下乡啊什么一个什么汽车 我们的家电工业品价格快速下降了他也避免我们投靠像那么一个买办阶级 对吗 也避免我们投投降像那么一个 当时可以背那么多电视或者就背那么多dvd vcd 到到国内来高价卖的那些 那么要买办啊 避免我们自己的人口啊 避免我们自己人口 受这买办或者受这些代理人的奴役 可以 就是 可以保着那个所谓独立自主啊 保全他的独立自主 最悲惨的命运是 其实你不要以为是说这个就是 首要首先要防止的一个斗争的一个姿态啊 是防止你自己的被成为他们的奴才呀 防止你自己的 老百姓还有你自己 全世界的这么一个 后发的啊 穷国的兄弟姐妹啊 成为 他们的被他们所奴役啊 敌方阵营的人 就是什么曹操以击我以缓 曹操以什么诈我以臣呢什么曹操以什么我以人呢 对吧 他用那个那我就用这个啊 就是 这是就是 刘备啊说的刘备说的 好 本体论上本体论上 这里的这个幸福感 这里幸福感是一个安宁和平和平 和平安宁的一个感觉 和平安宁的感觉 你就是你一定要让别人觉得和平安宁 不是在干涉他 你去援助他也好 你去那个是就我给你留条后路 你不要太 太靠向这个 我就子女给你安排过来 啊 上我们的什么大学啊 就是你不要担心他人在安全 你懂吗 你去那边的话 你不是被会被什么 呃 什么 中情局给给要挟吗 是不是啊 左边是一个肯定性的现实 这个肯定性现实就是 你就说了啊 肯定性现实就是他实际上后殖民时代啊 后殖民时代 后殖民时代的 其实还是你叫后殖民时代还是另外一种实名时代 后殖民时代的依然残存的那个 殖民心啊依然残存殖民心 对吧 这是后殖民时代但是你的 大量的就是 国际资本主义体系 下面你这些国有 你那些穷国 非洲哪个小国你的矿是他的 你的什么是他的你运河是他的你的什么那个什么这铁路是他的你那个什么 甚至有些穷的人把铁路都没有了 这是他的肯定性的一个现实 就是这个现实了 面对这个现实 然后这里的否定性呢 则是他要不停的要换来换去啊 不停的换来换去就是 金融资本主义他是要不停的要去斗争的不停的要他的危机性 危机性 他一定并且他一定要把这个危机性弄得很邪恶很夸张很离谱才行 越是偏的地方他要越夸张越离谱他才能 对于国际市场冲击得到一定的烈度你知道吗 你懂吗 比如说他当时在法国的前殖兵地的搞那种 种族仇杀他就是要影响周围的运河影响整个这个中北非的战略态势 然后法国不得不进来什么怎么怎么样调和然后这样 法蜀的那些 那些金融资本还那些他产业资本不都受影响吗然后可以对你进行人道主义制裁什么什么 意识形态战什么什么全都 这个危机性啊他就是越偏门的地方跟你越弄得越惨越反人道主义 你这大概知道的 因为他达到一个效果是这两个东西要加权沉到一起去两个参数沉到一起去啊 你是比较核心的地带 那不需要让你那么惨 但是我们会看到后来的这个巴尔干地区他后来的烈度也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惨越来越惨越来越惨 我打成赤地了 那说明他的危机已经深重到一定程度了就是他 啊 因为 就西方的就是金融资产阶级他们的内内部危机已经 已经尖锐到一定程度他的比较金贵的比较宝贵的这地方 他也要搞得这么强的这么一个烈度啊他才能 这里面的这些插鲁就互相他们斗的那个幅度频率才能满足才能满意他们这个斗的幅度频率都是 就是这个家族 几千亿美金 他的那个 这一片家族 这一片产业 他所资深出来的那个金融资本 几千亿美金就在他要斗他要说他要超出他的危机比如说他 他的债务延期他在这个延期过程中他一定要通过下面这些地缘战略的态势里面进行操作 然后 然后一下子让 那里对他的信用就增长起来或者说那里对他的对手的信用就降低下来 他这样就可以赢过别人 他们玩这个游戏得很野的上百万人的这个流离失所作为道具或者说 或者说就是 很夸张的一个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作为他的那个影响因素 作为他的那个 投机市场的那个信心的影响因素影响因子 作为这种东西 很夸张 他才能赢 他完完全玩一个虚拟的游戏 那这个虚拟游戏的虚拟性是很 很藏在里面的 阶次很高的那怎么撼动他 那得有很强烈的现实事件才能撼得动他 很强烈的地缘政治现实世界才能撼得动他 那么这个强度要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本来在一开始二战之后可能也比较 冷战当中比较稳定的开始他偏僻的地方才需要比较强的烈度那比较中心的地方 他力度没有那么强 他就顶多是代理人战争那 平民和部队杀亡规模不会那么大的 那他危机很深重的时候就规模就很大比如说什么我就不说了 调克要通过幸福安定感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实践要为 他 整个国别的所有阶级都要能感受到那种和平 然后在认识论上 认识论上他会让会错认啊这里就有个错认 会错认这个实践是什么 会错认这个实践是一种 温和的 温和的一个经济扩张主义啊经济扩张主义 我们觉得我们在扩张我们的经济力量 或者说我们在以某种 温和的一种nationalism 会 会以为这是一种温和nationalism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 然后最后在目的论上 这个二 右边其实就是拍屏给他降阶词啊 就是拍屏给他降阶词 代理人画实际上是他 让他有阶词 危机 危机要通过阶词 降阶词 就降杠杆阶词 降他的杠杆阶词 去掉代理人画就是你用 你你把代理人之后那边的 地缘政治的危机 你可以 就是可以 加倍沉上去那个危机会越来越大 两边滚雪球啊 两边比如说两个民族互不信任 然后仇杀起来的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最后就是人脑主在那 他叫要用这种方式 要用这种方式 要用这种 这些东西就成为他的代理 是不是叫代理人 成为他代理 代理就相当于他的那个 影响他的金融投机参数 金融投机预期的一些 其实非常血腥的白手套 你懂吗 非常血腥的手套 就排名他的阶词 左边这个是啥 我有点忘掉 昨天讲的 哦 左边就去本地化了 去本地化 这两个东西是有矛盾冲突的 有矛盾 因为你这里 反而好像是要本地化 要本土化 要本地化 要本地化 要让他不要有代理关系 要本地化 这里之前是一个去本地化 那么这个主要是对对对国内啊 对国内 他主要是对自己 对我们自己控制的产业链条 有一个去本地化 去本地化 对自己啊 然后这个是 也就是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在 就是 去本地化这个东西呢 他农产品的过来呢 就他 他这个东西 只有在我们的 弯 那个 弯标的弯露的上面 可以搞这个东西了 没错 因为我们不会输出地缘危机 懂吧 我们不会操纵里面 我们不需要呀 我靠 我不是金融资产阶级啊 我们的 我们的统治模式不是靠这个金融资产阶级来控制强力工具 然后再来去获得他统治合法性不是这样的不是通过他不停的股票增长然后收买 经营权贵不是这样的 we don't play that game 有点吗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的框架协议之下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没问题的但是 不是的 我们哪有那么多势力范围啊 就我们哪有什么势力范围可言吗 所以 目的上这一边就是要保证要 为那些 不幸被他们盯上的那些national states啊 为他们要去劫辞 降杠杆的 降杠杆的劫辞 好了 那就讲到这里啊 讲到这里 我觉得这个时间是 是非常清晰的 这是非常清晰的一个时间 然后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时间 也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时间 好吧那就讲到这里啊